文杰議員你怎麼觀察 新平二十大的公開談話 那當然時代變局走到這裡 也是一個重要的轉折點 習近平花了很長的篇幅 強調時代的變局 然後他強調說會有一個什麼 疾風咒語的前所未見的 安全環境的變化等等這樣子 所以實際上我覺得 習近平他是在塑造一個 中國好像被世界其他國家包圍 或者是中國被美國包圍 然後中國人面臨的安全上面的問題 而且他在塑造中國被霸凌 他最近幾天一下科技霸凌 一下美元霸權霸凌 他這種就是塑造中國人的一種不安全感 那實際上是把中國共產黨 本身的不安全感給投射說 共產黨的不安全感 是全國人民要來承擔 那是這個意思 但是因為他塑造這種不安全感 所以他就可以去講政治 他可以講說我要堅持動態清零 不動搖 我要這個強軍等等 所以他這一次基本上 因為過去幾次 從這個1990年代以來 每一次的政治報告裡面 大概都會講這個經濟改革 改革開放 這些詞是必然要講的 然後大概都會講說 我們經濟成長要多少 然後接下來我們的改革開放要大概要走哪些方向 但是這一次基本上經濟完全沒有 不提了 也不提改革開放 那就是在講國家安全 跟鬥爭 跟鬥爭 就是講這些 就不管市場只管認真鬥爭 是沒有錯 所以我覺得對習近平來講 他現在是一種 構築一個中國人的那種堡壘的心態 比如說與其說是自信的心態 不如說是構築一個堡壘的心態 然後在這個堡壘的心態之下 一個獨裁者才能夠擁有大權 他這個邏輯其實跟普丁是一樣的 跟小胖也很像 小胖比較窮比較小而已啊 但是我說普丁他所塑造的就是說 我俄羅斯為什麼要打烏克蘭 是因為北約進逼 是因為我俄羅斯不得不這樣做 我們別無選擇 我們是非這樣做不可 實際上我們俄羅斯人是受害者 是因為我們這麼做 是因為我們的安全受到了這個破壞 受到了威脅 所以我們才先出手 所以我覺得 對習近平這樣的整個鋪陳下來 當然就是說 我們對於 臺灣的這個跟中國未來的互動 我們確實要很謹慎的注意 因為當一個政權 一個這個比較獨裁的政權 他有了這樣的一個堡壘心態的時候 他就很可能在某些狀況之下 他就要實現他的這個預言 那我昨天還看到一個比較特別的 就是說當他們在進場的時候 他們主席都在進場的時候 習近平第一個進來 後面跟的是胡錦濤 那胡錦濤後面就是跟著其他的常委 那我覺得這個感覺 好像是胡錦濤跟習近平 達成了某一種妥協 也就是說 胡錦濤他作為前任總書記 他是很多人把他視為這個團派的領袖 視為一個比較溫和的 這個比較注重改革開放的 這樣的一個領袖 可是他昨天是等於是幫習近平來站台 背書 背書 昨天江澤民沒有出現 105歲的宋平跟滿頭白髮的胡錦濤 作證幫忙拉台 對沒有錯 所以等於是 以胡錦濤這一股勢力 他也支持和認可了習近平的這個第三屆 也支持和認可了習近平這樣的一個政策方向 那也許胡錦濤可以換到一個 譬如說胡錦濤擔任總理 也許有這樣的交換也不一定 但是看起來整個 我覺得他們的政治交換已經 已經做成了 所以習近平連任這個是沒有問題的 那我個人會覺得說 看到胡錦濤昨天這個動作 我覺得胡錦濤很可能會變成是總理 但是其實他總理他也不會是習近平的接班人 因為對習近平來說 這些只是一個暫時的棋子而已 他真正的接班人 我覺得還至少5年10年之內都看不到 我請教一下文杰議員 這一個週末 辛平強調反台獨反分裂 不放棄武力解決台灣問題 同時強調反對美國霸權跟干涉的同時 馬英九跟著呼應罵台獨帶來戰爭 這個你怎麼觀察 這對選戰的攻防有影響嗎 馬英九的邏輯其實跟烏爾戰爭 有些人的邏輯是一樣 有些人就是說罵俄國入侵烏克蘭 他會罵烏克蘭人 有些人罵哲倫斯基帶來戰爭 他從來不罵普丁發動戰爭 那對馬英九來說 他是永遠是罵民進黨 對馬英九來說挑釁的人永遠都沒有錯 被挑釁的人才有錯 被挑釁的人應該跪下來 拜託人家不要挑釁他 這個就是馬英九的邏輯 對所以馬英九最好趕快退休 退休回家養老不要再出來亂了 我們稍後回來